JCConf 2018 精彩議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險核心系統 領導廠商 Oth 號召各路頂尖人才 攜手放眼亞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離 贊助為您播出 我是Patricia 是來自 Oth HR Team 主要是負責 Engineering 這一塊的招募 今天除了我之外 還有我們家的工程師 Samuel 以及台下其實也有 Engineering Manager Titan 跟Recruiter在現場 所以想花一點點的時間 跟大家介紹我們 那在開始之前 我想先通過一段影片 幫助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Oth是什麼樣的一個公司 然後再跟大家多做一些說明 那大家有人知道Oth是什麼嗎 雖然我現在沒有帶禮物上來 可是我們外面攤位 有非常豐富的禮物 所以待會可以來個有獎針達之類的 有沒有人指導或是舉手一下 我知道台下也有我們家的Engineer 所以 有嗎 好太棒了 大家都沒有人舉手 所以我們這段介紹非常重要 那沒關係 我想我先大概介紹一下 那其實大家對Oth可能有點陌生 那其實到今年6月份 我們才正式滿一歲 那Oth其實是由Viraisong 美國的微信公司投資 那主要是由50幾個 包括像是科技 媒體或是技術相關的一些品牌 結合而成的公司 那我想到台灣大家比較熟悉的 應該就是Yahoo奇摩 那沒錯 其實當我們Oth成立之後 大家所知道的 Yahoo的這些產品跟服務 其實都還是存在著 那今年其實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在滿一歲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7月份的時候 正式宣布在台灣成立 亞太區的研發中心 其實一直以來 對我們來說 台灣就是APEC很重要的一個site 不只是員工人數 還包含我們business的規模 以及我們對公司的一些貢獻 revenue的一個成長 其實都是在美國以外 最大的一個市場 那今天在這邊 其實除了希望幫助大家 多多了解我們之外 其實也很希望在這個現場 可以跟很多的engineer 有更多的connection 那到底在亞太研發中心 我們有哪些的角色 其實包含我們在台灣 其實有四大最主要的一個產品跟服務 首先第一個 大家可能最知道的 就是我們的電子商務 那第二個部分是媒體 包含大家比較常使用的 像新聞財經娛樂 甚至我們目前在台灣也有自己的Yahoo TV的studio 那也是在美國以外的海外第一個studio 那這代表著什麼呢 其實我們能夠有自己自製的內容跟節目 ok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search搜尋引擎 那可能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 這也是我們公司很重要的一個產品 那最後一塊也是現在最夯的一塊就是跟data相關 所以針對AI machine learning跟deep learning的部分 我們也會很需要相關的一些人才 那剛剛提到的這四大類的職缺 其實我們現在都有招募的需求 那到底在工程師在我們家 每天到底要做些什麼 而你們加入我們又有什麼樣的一些收穫跟成長 我想花點時間請Samuel跟大家分享一下 嗨嗨大家好 我是Samuel 然後我大概加入OS大概是快半年到 就是快滿一年了 我們滿周歲 主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在這個半年之內 其實我們有 應該是我覺得在OS裡面 會有很多的機會跟挑戰 那當然一開始 如果你有機會我們一起合作的話 進來我們其實會先對公司所用的technology 會先熟悉一遍之後 再來就是發揮各自長彩的地方 那在最近就是工作的時候 其實剛講會有很多機會 其實是因為我們為了要 應該說我們在開發產品的過程當中 當然要把一個東西做好 需要很多技術 那也會遇到很多國外的team 會有一些合作的機會 那此外呢 我們會有非常完整的 各種軟體開發的流程 然後從無到有的 在我們的plan裡面 把東西從無到有 然後把spec訂出來 跟PM討論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會在 在你們 或是在我們開發的過程當中 每一天都會發生 那很多的meeting 很多的開發的時間 討論 其實在OS這間公司裡面 每一個人我感覺都很有sense 然後都很能夠提出 為產品提出很好的看法 跟做正確的選擇 所以在工作起來 開發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有 應該說假設你講的東西是有道理的 其實大家會願意去聆聽你的意見 而不會因為比如說我是一個很菜的人 可能就會比如說 應該以公司的走向為主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舞台 可以發展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OS這間公司 應該說機會很多 可是挑戰也很多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當然不是什麼都會 但是進來你會跟很多很decent的人一起學習 然後一起把產品推出去 然後走完整個開發的 開發軟體的整個流程 那這個環節來說 對engineer 我覺得不管你是哪一方面的engineer 其實這個步驟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到目前加入OS以來 其實這個對我來說 我自己成長也很多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 可以一起來體驗就是 這樣這麼完整緊湊的 而且是非常 令人目不暇急的 一個開發流程跟開發經驗 好 時間到了 好謝謝大家 那因為前面耽誤了一些時間 那想真的小小宣傳一下 因為其實今天我們在現場 除了外面的攤位 我們有我們的工程師 還有我們的recruiter 可以跟大家多多介紹我們的公司 還有我們的產品之外 我們今天還有現場的加碼活動 通常大家的袋子裡面都拿到這張宣傳單 這是我們今天現場的現場解題活動 所以請大家掃QR Code 留下你的資訊 同時完成這五題的解題 我們就會在今天的參加者裡面 抽出五位的幸運得主 我們會送兩張電影票還有餐券給大家 所以請大家在今天下午三點前要完成 那最後得獎者我們會用簡訊通知各位 那可以到我們的攤位領取得獎的禮物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當中大家的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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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